大家好,我是楓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紅石囉 在minecraft裡面 紅石筍有一些特性 尤其是在這次1.16有新增了一個 可以改變紅石充能的特性 紅石像可以改變它的充能的特性 比如說它可以切換 是十字充能還是單點充能 差別在於如果是十字充能 在受到紅石訊號激活之後 它會向四面八方的方向方塊進行充能 那如果是單點的話則不會 好,這是第1個喔 那接下來是紅石的部分 紅石線啊 它如果旁邊有連接到任意的紅石線 它其實是會 去自動連接的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我需要去串一個比較大型的紅石線路 我可以透過這個特性呢 去把紅石訊號呢 串接到不同的裝置 這樣子可以解少很多設計上的困擾喔 接下來是紅石粉呢 如果我們需要往上去做傳輸的話 通常一般是用解體的方式呢 往上走 如果今天用的是玻璃 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一樣鋪上紅石粉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去做 充能 這個地方我們這樣做 好 這個地方如果往上走的話 對這個原本 我原本的設計在這個方塊 它一定必須要是充能方塊 所以如果在這個地方呢 我給它紅石訊號 像這樣 它是不能往上傳遞的 必須要把訊號呢 改在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往上 那如果今天是 可充能方塊 它就可以把這個方塊充能之後 把訊號傳給這個紅石粉 接著呢 我們可以用階梯的方式 往上 然後它這個燈呢 就會被 接收到我的 紅石訊號 轉發光 那另外一個呢 是如果我在 上升的過程 我需要 轉彎 像這樣 那 紅石粉有個特性 如果在中間的過程 遇到了 實體方塊 也就是可充能方塊的話 它的訊號 會被中斷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把 這邊的訊號 換成 玻璃的話 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像這樣 如果我們換成玻璃 好 那理論上來說呢 我們這個訊號上來之後 因為遇到的是 實體方塊會被中斷 我們來試試看喔 像這樣 對 它就可以上來了 所以我們在做 線路設計上 如果遇到需要轉彎的時候呢 玻璃呢 也是一個選擇喔 接下來是半磚 那這個半磚呢 是比較 常用的一種設計 就是說 我們在上升的時候 其實 紅石粉 遇到半磚的話呢 它其實是可以 繼續傳輸 訊號的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對 它還是可以傳輸上來的 那遇到轉彎可以嗎 其實遇到轉彎呢 也是可以的 像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是說如果我今天在上升的途中呢 紅石粉方向的擴階呢 這樣子訊號能不能傳遞呢 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 像這樣 好 那接下來是比較特殊的是兩個 物品喔 一個是紅石火把 一個是紅石磚 當然 你說這個 開關也可以 它也是一樣的 好 它可以給它一個 15的這個紅石訊號 紅石火把也是 紅石磚也是 對 那我因為有裝特殊材質包 所以上面會顯示 充能位階 15階 14階 好 再來是 紅石火把呢 跟紅石磚呢 還有一個特性是它會自動去激活在這個 紅石火把 跟紅石磚 四面前後左右 的方塊進行充容 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那紅石磚也是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紅石火把呢 可以再往上激活訊號 那紅石磚呢 也可以再往下 這是他們比較 有一點點小差異的地方 在我們講信號延伸 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如果給它一個 開關的紅石訊號 它的位階是15 所以它傳送到第15 15的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後面就不會有訊號了 但是有時候因為設計上呢 我需要讓這個紅石訊號走得更遠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比較特殊的元件呢 叫中機器 那中機器這個元件會把 所有輸入的訊號呢 通通把它再重新變回 充能位階15 像這樣 這是1對不對 通過中機器 好 它又變15位階了 所以我今天要做信號延伸的話呢 可以透過中機器的方式去做 訊號的延伸 好再來 我們中機器呢 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是 如果我今天在做訊號 傳輸的時候 如果像這個樣子 我的紅石燈亮了 我今天訊號呢 紅石燈已經亮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去 在旁邊呢 再放一個中機器 並且呢 讓這個中機器充能 它就會去鎖定 原本這個中機器的狀態 像這個樣子 我現在把這個狀態呢 鎖定 並且把原本的訊號源 關掉 好 這個時候呢 對這個中機器來說呢 它已經沒有輸入訊號 但是 紅石燈呢 還是亮 是因為 旁邊的這個中機器 把原本這個中機器的狀態呢 鎖定了 所以同理 我現在把 鎖存電路先關掉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先不給它訊號 我直接把 這個中機器的狀態呢 鎖定 像這樣 所以 同理呢 我在這個時候 如果給它一個 紅石訊號 理論上 這個紅石燈是不會亮的 因為 這個中機器的狀態呢 已經被鎖定在 關閉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對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種設計呢 主要是設計在 比較複雜的紅石系統 或者是一些 冒險地圖 需要去做 很多機關的控制 會需要用到 這個給大家 參考看看喔 再來是我們講 信號的這個延伸 信號延伸呢 我剛才就提過中機器嘛 那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用 比較器 比較器跟中機器的延伸 比較不一樣的是 比較器 它會去 完全複製 它的信號源的 紅石強度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是15 對 它是15 那如果這個地方 我一樣是15 那如果是照中機器的話 它其實是15 15對不對 你看喔 這個地方 比較器 它會直接去複製 信號源的強度 15 15 15 在這個地方可能看不出 跟中機器的差異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特別的去 把它 訊號做延長 並且呢 我這個地方只給它1的信號 像這樣 我只給它1的信號 所以如果是中機器 在最後面接的話 應該也會是15 但是比較器不一樣喔 它會把這個1的信號 一直做延伸 到最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對 這個地方還是信號 那這個在設計上 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用途 這個就看大家怎麼去使用囉 我們都知道漏斗在之前影片介紹過呢 它會增加伺服器的卡頓 如果我們在漏斗不需要的時候呢 給它一個紅石磚 像這個樣子 它會把這個漏斗 完全鎖住 在漏斗完全鎖住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不能傳送任何物品的 那這個狀態下的漏斗呢 其實會把所有的 這個功能都停止 也可以去大幅的縮短伺服器 所造成的卡頓 對這個漏斗來說呢 它已經不會造成伺服器負擔囉 接下來我們來講 訊號反轉 我們都知道紅石火把呢 它會去 直接傳遞紅石信號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我把這個方塊的後面 接一個紅石火把 我會反轉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紅石線 這個紅石線的狀態 是我這個開關 目前的狀態 目前開關的狀態呢 是關閉的 但是這個紅石燈呢 是亮起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給它一個這個方塊充能 表示我現在狀態應該是開的 但是實際上訊號已經做反轉 這個也是在設計上有特別需要的時候呢 會做到紅石訊號反轉喔 再來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訊號反轉的特性 做到有點像是燈號切換 那這個地方我就可以去透過紅石線呢 去把訊號接出來 這樣子在設計上呢 就會有很多彈性喔 以上呢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所介紹的這個內容 那之後呢會陸續出一些 紅石基礎元件的一些教學 那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內容 那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加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